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台積電再度成為全村的希望嗎 台積電七月營收報喜 再創下歷史新高 台股今天早盤又大漲了400點 一次收復了21700點 還有21800點 兩個整數關卡 成功的回補上個禮拜一 上下的大跳空缺口了 努力朝22000點關卡靠攏嗎 而台積電營收激勵台股 兼台股的F4 F5 幾大天王全部都有動 包含了鴻海 聯發科 廣達 台達電 這些全職股公布七月營收都還不錯 也都被點燃鬥志 股價今天表態上功 今天F4最強的是廣達 他終於晃了一個禮拜補了禮拜一 上個禮拜一的跳空缺口了 已經解除短線危機了嗎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蕭又鳴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鄭偉群 偉群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鄧上衛 鄧老師好 明君同學們 大家午安 好 台股補了上個禮拜一的跳空缺口 危機解除了 四大族群現在說會拱上 兩萬兩千點 那誰的領頭羊功力最大呢 誰反彈的力道最強呢 因為今天好多股票全部都彈了 但是現在要分清楚 什麼是集結反攻 什麼是跌升反彈呢 要來選邊站 怎麼樣認真挑呢 而二哥聯電 不要以為他沒在做事 逆勢抗跌之外還大晉級 因為我們觀察上禮拜 台北股市洗刷非常的大 創下時尚最大漲點跟最大的跌點 可是外資不動如山 拼命的買超聯電 買了一整週 聯電比大盤更強嗎 下半週的行情要看聯家軍嗎 我們請問老蕭 台積電扛起AI的全村希望 散熱雙雄也都回來了 今天反攻 雙紅標 漲停板 現在上方套牢壓力很大 畢竟是腰斬的股價 高出低進比較安全嗎 而廣達業績很香 回補上週一的跳空缺口 大家敲碗 那麼鴻海有沒有機會 也補缺口185.5元呢 遲早會來的嗎 請問委群老師的看法 台積電真的是 這護國神山 就算7月份股價震盪 從千元掉到了 一度掉到900塊之下 但是他們的高層7月加碼買股票喔 那如果說高層都敢買了 散戶哪有不跟的道理呢 而台股的F5全力出擊 誰反彈的壓力最小呢 另外機器人概念股 有沒有看到籌碼鬆動 1597的值得 創高爆量 打跌停板 今年最棒的機器人 有沒有見到主力落跑的跡象 還是漲多在洗籌碼呢 怎麼分辨請問鄧老師 我要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哇 台北股市連續兩天都反攻 上個禮拜五加這個禮拜一 我們今天輸比美股還要強呢 大盤今天靠著台積電營收公告 好棒棒 指數盤中大漲超過400點 最高攻到21897 可是今天這個漲到尾盤的時候 量縮 量不造4000億元 大家是攜手嗎 還是在觀望呢 今天中場是上漲304點 收在21773 成交量是3824億元 好 台積電站回了月線的關卡 紅海部分跟聯發科的營收 都寫下最強的七月 廣大三綠三升說 AI的營收占比會更高 今天老AI全部都向上攻 F5是正貢獻點數的工程 大盤今天靠著全職股出神拳 我們台灣的全局選手的金牌 台灣的全職股有機會跟著來奪金嗎 海基電站回的季線關卡 好多的全職F5 都是陸續的回補了 上個禮拜一的跳空缺口 好 老師我想問 太棒了 連續兩天看到反彈的跡象了 但是我們知道 畢竟之前跌下來 這麼大的跳空缺口 也伴隨著爆大量 現在股民們的信心 還是有一點點稍微的不足 那本週會不會其實沒有像上個禮拜 這麼樣的恐怖 這麼樣的震盪 可是方向又要怎麼抓呢 那整個震盪恐怖還是會持續的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國際股市 包括今天晚上明天 維持一個正向的反撲 可是台北股市在等 它在等什麼 它在等連家軍等紅海集團 你說真的嗎 我舉例 各位你回顧今天就好了 來 看著這張圖表 加權指數這裡叫最高點對不對 這最高嘛 這一定是 這裡叫最低點 好 我們先看量價 最高點的交易量在這裡 那最低點的交易量在這裡 這裡叫A 這裡叫B B大於A嘛 所以它會反撲 這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這裡叫做什麼 這裡叫做1080 什麼叫1080台積電 1080 往下台積電跌到多少 這裡最低點加 台積電跌到814 好 那請你告訴我 今天台積電掌盤是不是大漲 對 然後是不是從大漲被打到平盤以下 對不對 請問今天最高點多少 台積電 9184塊 好 你在9184塊買台積電 就你不對了 因為我不對 好 你算給我聽 台積電這裡是1080 跌到多少 跌到814 大一四反撲多少 絕對是984 一定是984 所以才會被打到平盤 好 所以我們這樣幫我刪掉 好 你看加權指數 一定是22039 一樣是最高點到最低點的中間值 那22039是短線上面反撲的第一個攤頭跑 能否順利的站穩功課呢 甚至沒跌波就是下一關續牆的條件了 那我們要看國際股市的臉色 好 各位請看 這個是從今天晚上8月12號 一直到8月15號 各位您可以加入Light 其實對我來講 我會認為通通不重要 但是市場會告訴你 這裡要看零售 要看Home Depot 然後科技股的部分 這裡比方說禮拜四有阿里巴巴 有京東 那麼有印財 禮拜三有Cisco 好 我覺得搜尋實在是都不重要 你知道嗎 問題是我們回到 這個是這個禮拜四 我們回到上週四 上週四美股暴漲 那美股暴漲是什麼因素呢 是因為首度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突然之間呢 往下盪 對 本來估25萬嘛 對 公布出來23萬3 是不是差1萬7千人 也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說 很有意思的就在於 進入8月份以後 跟8月以前市場是截然不同的 8月份以前 大家希望看到經濟數據是怎麼樣 壞消息是好消息 對 好消息是壞消息 對不對 現在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 希望看到 每股 美國公佈的經濟數據要正向 正向股市漲 負向股市跌 現在一轉 完全不同了 那各位你告訴我 怎麼會變這樣 沒辦法 你只能跟著市場的賣動 去做操作 所以我們的看法呢 接下來呢 與其去觀察經濟數據的變化 倒不如我們去看先行指標 好喔 經濟數據變化 一樣是這個禮拜四會公布 上週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老師說希望數據比預期的還要低 因為現在大家反而是擔心 美國有經濟衰退的風險 如果說經濟有好的消息 反倒是股市的正向力量 好 所以面對美股我們的看法呢 本週的上半週 還是非常正向的 為什麼這麼看 來 各位請看恐慌指數 這是這個月份以來 這個月份 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這個點在22 所以22會得出一點什麼 未來的景限 不是過去的景限 很多朋友你會從過去的型態 去畫景限或切線 那量價其實他在告訴你不用 你不用看過去 過去是檢討 我們在展望未來 你就抓最大量 那這個交易價格就會告訴你 一條景限 景限之上代表這個商品 是往上走的 景限以下它就會跌 這樣就夠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來看 這裡叫22 然後它往上急漲 這個急漲每股就暴跌 台北股市就從24 416 一路往下跌 OK 然後在這個行進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到它的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也越來越低 我們講過主要的防守 如果來測第三次 第三次的防守力道幾乎就崩潰了 就不見了 所以呢 1 2 在上週五就正式被灌破 灌破代表它轉為什麼 轉為探底結構 它在探底 就是它在告訴你 國際股市本週持續看漲 好 如果說三次22都站不穩的話 恐慌指數往下掉對股市是好的 那另外一個我們常觀察的指標就是 大期的股價 前一波包含了什麼日元套利交易賣押 美國總統川普候選人給的這個 保護費的恐嚇 外加科技股的財報不可力 導致這一波股市做大幅度的修正 那科技股現在看起來 有沒有短線指紋的現象呢 我們的看法就是說 在於畢竟以台北股市為例 我們還是比較希望看到 在國際金融市場 科技股市比較強悍的 所以就是說 也許大家會認為說 納斯達克的漲跌會比道琼 對我們來講比較貼切 所以我們希望看到什麼 希望看到艾斯摩爾是漲的 希望看到納斯達克是漲的 然後回答是漲的 進而如何 加權跟台積電就會漲 所以就去找出 這些個股的先行指標 我們講過 就抓這一檔MAX 它是美股的七大科技七大成分股 對 所形成的一檔標的 是 我們之前講過 跌到39一定會反撲 那你怎麼看呢 只要它不跌破39 我們的看法 科技股就會持續漲 再以你可以加入 做比對 就是說它會比其他這些標的 率先見高點跟見低點 目前呢 未接呢 如果我們看過去三個月 到目前為止漲幅大概是四個百分點 如果大七維持正向 不要往下殺盤 我們認為科技股會持續上揚 好啊 這個大七喔 希望可以看到指紋的現象 科技股就有機會向上很關鍵 828是輝達的財報喔 那輝達財報8月29號 星辰就會開獎 有辦法再拿金牌嗎 畢竟之前傳出來包含的晶片 可能會遞延的消息 他們說產能很緊張啦 BLACKWELL只是遞延 並不是消失 目標價銳稅給這個127.5塊錢 上調到132美元 美股的分析師網站也看輝達 38家投行都喊強力買進 那輝達漲 供應鏈也就跟著有底氣了喔 權力出擊是全子股啊 台股補了8月5號的空方缺口 外資禮拜五也回頭 真是希望今天喔 可以再繼續的買超 投信不離不棄 連買28天 將近2000億元 那GP兩牌 真的只是小瑕疵嗎 因為供應鏈都談了喔 真的被挫殺了 廣達優秀財報三綠三升 第二季 贏20年來最棒的一次 那BPS3.92元呢 AI伺服器旺到難以想像 那另外一檔個股是聯電 聯電期間營收 是創下19個月新高 我們看一下籌碼很有趣 因為上個禮拜台北股是震得要命喔 包含什麼廣達 台積電都會被外資喔 扒來扒去 可是唯獨這一檔聯電喔 外資是持續的賣了這個五天 最近10天買了13.3萬張 投信更是連時無買 同期間台股是被賣了1800多億元 它卻營收創下19個月來的新高 領先大盤先站上季線 老師我來看 一個是反彈的AI 可是卻在大盤震盪過程中 有個股比大盤早就逆勢走強了 怎麼觀察 我們的看法 比方說你如果是觀察廣達跟聯電 這兩檔的不同點在哪裡 廣達第一個叫跌升反覆 對 站在證券投資 中長線的投資角度 其實是可以站在多方的 強反彈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本益比只有15到16倍之間 長期以來它其實它廣達的本益比 是跟大盤差不多非常的接近 目前來講是遠低於大盤 大盤大概在22倍左右 但是廣達只有15到16 所以站在投資的角度 問題是廣達高檔下來 這裡要做養工 所以這個養工 你要它這樣直線往上攻擊 會比較難 我們的看法 廣達應該是這種波動式的 往上做提升 反倒是接下來比較有機會的 會落在2303的聯電 好 再講廣達跟聯電之前 先來看大盤 大盤 老師剛才說 我們從高低點來抓 就抓出了2203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另外一個方法看得出來 短線上面就是有機會看到板盤 好 各位請看 台股是不是從24416 一路跌到19662 你可以同時去比對台積電 這裡就是1080 這裡就是884 台積電是不是今天率先來攻984 因為提前搞 它比大盤提前到 大盤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預計本週 台股會來挑戰22039 那這個22039有沒有機會 持續往上站 我們的看法 這個就要交給誰了 就不是大盤了 也不是台積電廣達了 就必須把這個棒子觀察 是否聯電跟鴻海集團 要接這個空間的角色 好 聯電跟鴻海集團 那我們一檔一檔來解 先來講一下 聯家軍當中的聯電 好 OK 我們剛剛講到 廣達的部分 目前的預估本益比 大約落在15到16之間 我們看一下聯電 聯電的本益比更低 那它在12倍 各位您可以加入Lite Ad 我們所有的資料內容 都會放在Lite Ad上面 提供你做觀察 那為什麼我們認為 本週對決是2303的聯電 各位請看 也就是說我們觀察過去 今年以來 不管你是看好聯電 或你認為聯電 根本不堪一擊的 OK 我覺得都不重要 我們去看 今年以來大部分的朋友 你去買的 或你去賣聯電的 你的平均買賣價格 絕對是落在48塊半到53.5 為什麼呢 因為90%買進賣出 會集結到48.5到53.5 那就得出一個結果 得出什麼結果 我覺得證券市場 分析不是預測 而是針對真實 已經發生的數據 我們自己做觀察 你知道嗎 我們獨立思考 不是人云欲云 好 如果今天的2303聯電 股價在這裡 在48.5 你跟我說聯電多好 我是要聽不下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全部套牢 對啊 上面好多人 要等著解套 對 全部套牢 你跟我說他多好 我聽不下去 你知道嗎 問題是我們來看 台股這裡要準備 可以說22039就中間 對 台積電要挑戰984 那聯電不是 他跟你說 我已經站上 整個集結區的上緣 這是醞釀一個超級噴出格局 所以你接下來 當然是看聯電 你說看聯電 但是聯電可能走得不像你這樣 一路往上衝 對不對 那你就看股本比較小的 聯家軍的原相 一樣 這個大集結 各位 您加入light app之後 你會看得更清楚 有這個價錢 集結在這裡 現在是不是正式 站上整個集結區 本益比大約接近廣達 落在15.7倍 像這種個股進可攻 退格手 都列為重要的觀察標題 我們也剛剛講到就是說 股市分成一種是集結噴出的 那個叫領頭羊 另外一種叫跌無可跌出現反轉的 我們一直幫大家追蹤兩個禮拜了 今天各位請看 我先看左上角 如果是打一個圓圈的 圓圈的 就是這些全脂股它被打到負50 出現反轉的 出現反轉 並且已經回到零 就是在上個禮拜 它已經從負50 都漲到零了 如果是打勾的 就是走度回到零 被打到負50回到零 所以我們看到上週五截止 已經回到零的 有玉山金控 中信金控 有利旺 包括有1229的聯華控股 也就是說跌到負50之後 假設您再在買方 然後你就看到它每天漲 每天漲 每天漲 漲到上個禮拜五 通通回到零 接下來今天回到零的 有誰 有2347的聯償 莫名其妙已經站回零了 你知道嗎 跌破負50重錯 已經站回來了 再來有2377的維新 今天也站回零走了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 還沒有站回零走的 有聯發科 有華城 有友達 華通 四店 川湖 新興 四新 上海 商營 華新 中鋼 中心電 四季鋼跟威盛 好 那相關的個股 不管是首度站回零 或是回零走的 已經到正值了 有些可能如果你在低檔 油減反彈 要怎麼樣來做 比較漂亮的賣點 那有一些還在反彈路上 大家也可以做操作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有時間 跟各位做很相近說明 各位 您加入賴愛的之後 您可以做 我會幫您 您可以去觀察 比方說像維新 這裡叫正50 你要站在賣方 這邊叫負50 代表它會漲 然後它一定會漲到哪裡 漲到零 負50到零 它今天是不是已經漲到零了 是 包括重電骨 比方說你看四電 今天好多反攻 這裡有兩個正50對不對 兩個正50就是這兩次 這兩波的最高點 對 兩個負50也是這個修正 這兩次的最低點 不管最高會最低 你會發現到任何的波動 最終會回到正常軌道 正常軌道就是零走 謝謝 好 那感謝老蕭老師 那我們這個相關的內容 包含了我們追蹤一陣子的 3037的星星 今天股價 這個七月營收公告 創下了非常好的成績之日 股價是一度要來挑戰 漲停板的價位了 那星星的相關的 本益比做觀察 目前從明年的獲利數字來估算 只有低到5.76倍 那老師今天時間來不及 沒有關係 大家如果對ABF的載版三雄操作 有任何問題或興趣的話 都可以參考我們畫面 上面的聯絡方式 掃QR 扣過日輸入Light的ID 老師老師整理的珍貴資料 都會放在Lightight裡面 也會每天做直播 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老師有時間 會跟大家做互動 還有解答你的疑問 趕快聊一下台積電 扛起了AI全村的希望 今天除了老AI反攻之外 散熱雙雄也不哭了 脫離破底危機了嗎 尤其雙紅今天攻 漲停板的價位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一波腰斬以來 受傷慘重 如果怎麼樣趁著漲停板 甚至是未來的反彈之路 一一的來做這個 價差操作解套呢 我們請問偉群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 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積電公布七月份營收 創下了這個 時尚最強的成績 大家對第三季展望 也都很樂觀 甚至外資說 預估本的 既營收成長三成以下的幅度 可能會上調到成長三成以上 尤其是8月28號 揮答的法術會 如果說法術會內容還不差 有辦法讓整體的AI族群 再活起來嗎 尤其是最近跌得 好深的散熱雙胸 雙虹跟齊虹肩股價都大漲 雙虹七月營收 出現了年增但月減 那齊虹是年月雙增 第二季的EPS 雙虹賺7.24元 年增1.6倍 那齊虹是賺了5.08元 年增60% 第二季的毛利率 雙虹呈現三綠三升 齊虹是預估第三季 會續養毛利率23% 齊虹說 GP200億冷交貨時程 並沒有改變 沒有延後 第三季營收持續看望 預估激增7到12% 那這兩檔股票 從高點以來跌得好慘 雙虹跌41.5% 近腰斬 齊虹也跌了將近30% 今天都反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傳出來 AI敵人的禍首 就是一個快接頭 這個就是會不會 漏意的關鍵零組件 AI伺服器缺料源頭 水冷快接頭 堪稱水冷成敗關鍵 那現在只要有料 價格就好談嗎 解決方案出現了嗎 一個AI機器 會需要數百顆的母子快接頭 引爆快接頭的掃貨潮 石碩 富士達 嘉哲 都加速的送樣驗證 如果趕快趕上的話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這個缺貨的 缺貨的陰霾 會一直在盤面上面 困擾著散熱族群 那幾個關鍵零組件的單價 我們看一下 水冷快接頭 要1萬到1萬5 那快接裡面 就佔了4000到6000美元之多 那今天散熱股 絕對是我們要追問 韋群老師 一個重要的族群跟標的 先來問這個 是不是大家之前傳 什麼伺服器 IAPC不好 賣得不夠好 出貨會遞延 真的只是空穴來風而已呢 是的 沒有錯 基本上我們也是 一直跟各位同學報告 就是長多不要追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去年 在講雙紅的時候 200多塊 今年長到900多塊 長得4倍多 當然很可怕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就勸各位同學趕快賣 上禮拜我們還講到雙紅 對 對不對 我說雙紅 應該差不多了 對 就今天漲停板 甚至我們講難聽一點 你說好了 齊紅雙紅對不對 像齊紅說 第三季跡增7到12% 其實他們股價都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你說為什麼說 這邊就是一個合理的修正 但是先跌的先談 看我們個股的表現 甚至其實你看到今天 實說佳澤都大漲 這個我比較持保守的態度 為什麼 快接頭其實能做的 我們其實應該 應該在三個禮拜之前 我們也跟各位同學報告過 我說那是美國 美國廠商在做 對 你說美國專利比較多 救到他們的天下 他們不願擴廠 台灣還要再認證耶 還要認證耶 你就給它拉漲停 所以各位同學還是不要亂追 你看很多今天很多機器人 都打下來了 對啊 對 對不對 機器人也是一樣 機器人打打還沒到的 對啊 機器人也是一樣 很多根本你不知道 真的商機在哪裡 反正大家都亂吵 對 反正今天你看上林 那個四五大英圍 才比較低檔才起來 對 加槓 對 我們買股票要買 真的有道理 不要亂追股票被修理 我想講真的 你看這一波真的下來 真的很多股票很可怕 你看偽創對不對 為什麼這一波我說 它就彈得比較兇 因為它跌最慘 對 然後它就真的跌最慘 融資減最多 斷最多 對不對 你說像對不對 GP200這個延遲 但是H100 H200 可能先上來 對不對 因為等不到GP200 就先買H100 H200 電子先 對啦 你就像說台積電 這個MD layer 應該現在知道應該是在 應該是在光照層 光照層的問題 你說真的嗎 台積電本來就不貴 也很好 但是你說要到1000多塊去追 你看這波修正也很可怕 對不對 今天反彈到高點 開始有人要出了 會震盪 所以每當股票它的位階不同 所以為什麼說 從上個禮拜 禮拜一大跌之後 我要送給同學 這個熱門AI股的一個 反彈壓力表 沒錯耶 對 一定會反彈 對 但是你要看你的股票 怎麼彈 對 要怎麼彈 這是強勢反彈 還是弱勢反彈 對 是不是漲多了之後 現在在跌升反彈 但是接下來可能還打第二隻腳 甚至有些比較弱的 還會再破底 你就要小心這些股票 所以每檔股票 每個產業走勢不同 就像我們講南天的散熱 3653建設 老師 它那種 散熱是屬於哪一種 散熱 理論上會比較類似這種 你說會不會過高我不知道 對 因為畢竟都漲多了 對 對不對 台積電當然我認為 基本上會比較屬於這種 當然希望台積電趕快過高 但是這不是我們決定 你要看川普的態度 還有載機指數 甚至伊朗又說他可能要射飛彈 對不對 對 這個我們都要考慮 所以你說 為什麼要送給各位這個 反彈壓力表 你到那邊你就可以做假叉 你說 譬如說3653建設 3653建設 同樣散熱 建設是最強的 為什麼 它本益比最高 為什麼 它是做晶片上面的均熱片 齊紅雙紅呢 是做整個櫃子 是福氣機殼的散熱片 對 是機殼的 完全不一樣 機殼的一個散熱的機構 所以你看建設比較強 甚至2486的一拳 2486 對 其實它是拿到台積電認證 你看那時候我們講的到40幾塊 對不對 各位同學還記得吧 你看這一波長到150 就打到100以下 但是又打下來 但是今天它還算蠻強的 只是說它獲利還沒出來 但是它是做半導體上面的均熱片 它跟建設都一樣 對 所以那時候人家說它是小建設 所以那時候有沒有 在好幾個月前 我在40幾塊就介紹給各位同學 你看長到150 這波也是長得很兇 那時候很多同學在問 可不可以吃 我說都不要了 但是這波打下來是可以留意 都可以跟我們做個聯絡 所以每一檔股票真的不一樣 你要懂產業 我常常講說 什麼指標軟體 你看到這次 前陣子去追高的都死掉了 對啊 對不對 你就是買真正的好的公司 然後合理的 就像台積電嘛 你說 大家都知道 今年可能賺30幾40 對 有機會會 未來會有機會賺50塊 對啊 因為今天說他們的高層 7月份都自己去買股票 對 那高層一定都敢買的話 我們散戶當然就跟啦 買不多啦 問你這家以前不是 前年不是買五六百塊 還不是跌到370被人家笑死 但是也上來啊 對不對 所以你說台積電當然好 但是你說本益比 對不對 20到30倍我認為都合理 但是你要看大盤的狀況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外資有時候要殺的時候 跟你殺得亂七八糟 外資要追的時候 又跟你追到天上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說 每一檔股票你要看它的 現實的大盤狀況 現實的位解 就像台積電我說 上個禮拜 我說真的 一定是最先談 一定是拉台積電 對不對 你那時候可以買 今天來到948了 接下來這個壓力區都 一關一關都是要考慮的 一關你看 最近反彈沒有量 為什麼 大家在等什麼時候要賣 所以你就要注意了 接下來這個爆量 就要開始注意 因為很多人在那邊搶了 對 所以有人斷頭有人搶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等反彈 看什麼時候 大家要一起來做價差 所以這個熱門的一個 AI表 為什麼我說 我比較小氣的 因為怕影響到行情 其實948就是老師 你上禮拜講的950 對 差不多 但是上去的壓力就很大 所以 這邊每檔股票都不同 各位同學如果有這些AI 都歡迎 一定要跟我們加個Line 打個招呼 因為這邊越來越 越來越刺激了 你看上禮拜我們講到鴻海 它是墜落的 融資沒減 但是有開始減 但是也減不多 對不對 你看下來大家都 又加碼買融資 對 對不對 它缺口還沒補 它算是墜落的 它缺口沒補 對不對 你看3231的偽創 好 偽創已經 而且偽創還站上月線 對 它是疊最深的 但是缺口補了 對不對 為什麼 下面放融資 好 你要看籌碼 要再看籌碼 對不對 對 你看融資 所以鴻海要補缺口 還是要看融資 都要看 融資你看 融資剪了好幾萬張 對 好慘 剪了3萬張吧 所以每檔的一個 基本面不同 籌碼也不同 那一定會談 但是談上來 還是要做一些價差 畢竟你說 這邊它要整理 再上去 打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多深 會不會再破 這邊的低點 我們都不清楚 因為這不是我們決定 你知道 看未來的盤勢 融資的變化 你看川普要講什麼話 伊朗要怎麼打 所以老師 它的補缺口 你比較看得保守嗎 不會啦 就是上禮拜我說 大家都要補缺口 但是補完缺口 你能做價差 就盡量做價差 對不對 你不要以自己的成本 尤其是有融資的同學們 你真的這次如果沒有斷 你上來能夠減碼 就趕快減碼 不要說 萬一如果再打第二隻腳 或者再疊更深 對不對 你就可能就會很辛苦 你看四星也是一樣 你看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說買2,500 很便宜 4,000多疊到2,500 我們買 應該算便宜吧 對 3,000我說我保守一下先賣 因為我看大盤會拉回 但是沒想到大盤跌那麼深 跌到2,000 現在跌2,000你看很誇張 它是IP股 它是本益比可以算最高的 現在是最便宜的 對不對 那你說運氣也不錯 又接又可以多賺 其實它也應該要算最強 它應該也要算 四星創意資源 資源當然就跟著聯電集團 對 資源當然你說 它的長期的展望是不錯 但是獲利還沒那麼好 那聯電集團 剛才老蕭老師有說 聯電部分外資一直買 股價也比大盤強 如果聯電繼續回穩向上的話 資源也會有機會 其實是 聯電是便宜 我上禮拜說聯電便宜 但是資源跟 你說IC設計一定是爆發力最強 對啊 超跌 對 他們本益比可以拉得比較高 那這一組呢 老師這一組反彈 反彈 到哪邊 對 上禮拜我就說 投信賣的都挺好的 賣得好 賣得好 有沒有 所以你說比較強一點 應該來 至少先來到這邊 這邊到這邊 因為這兩個跳工缺口滿大的 但是都 投信都認賠了 對啊 融資是還好 融資 所以真的 這些都好公司 但是真的 那時候我為什麼都提醒各位同學 真的要賣 你看破底在破底 對不對 你看上面的套牢壓力多大 對不對 這些都好公司沒錯 但是漲多的都是風險 所以這邊不要以自己的一個成本 我常常講真的 我們做股票不能以自己 我買多少我一定要到那裡 沒辦法 沒辦法 市場上你看台積電 有人搶800塊的 對不對 有人搶紅海 有人去追1000塊台積電 對不對 跟成本不同 所以我們還是買低檔的 為什麼說我上個禮拜 對不對 推薦大家低檔保來 你看 保來長線的低檔區 對不對 今天漲多的讓它整理一下 OK 但是長線都沒結束 今年還沒入賞 就已經先賺0.6塊 對不對 像這種股票 長線低檔 就像支援低的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就是 有些股票你在高檔的 有套的 尤其是AI的股票 那你能夠做價差 盡量做價差 那不要去 再去追高了 不要說看到好消息 而去追高 尤其爆量的時候 就要小心 好 那提醒大家 相關的內容 尾群老師 包含了大盤的 AI概念股的壓力 反彈表 什麼是第一壓力區 什麼是第二壓力區 尾群老師 都會在這個LINE上面 跟大家來做提供跟提醒 那今天看到了 好多的老AI都談了 尾創 音業達 技嘉 說半年報可能滿值得期待 這禮拜都要陸續公佈囉 今天尾創跟音業達 盤中有買盤 是為了要來卡位半年報嗎 那明天相關個股的觀察 大家都可以跟尾群老師 來這個追蹤 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那你也可以用手機掃一下 畫面上面的QR Code 輸入LINE的ID 可以找到尾群老師的 相關內容 那這個老師 有空會跟大家做互動 還有分享 提供他的專業看法囉 觀眾朋友來聊一下 台積電高層7月份加碼 買股票 台股的F5全力出擊 但是談上去 誰的壓力最小 就要見真本事了 觀眾朋友來 我們請問鄧老師 休息一下捨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灣的這個奧運金牌 多了一面全級的這個女拳王 那台北股市的拳王們 也開始重拳出擊了嗎 聯發科最強七月份 十月要等最強的晶片 七月營收 年月雙增創同期高 庫存正常 全年營收成長14% 起跳不變 還有十月份 有天璣9400效能超群 CP值渴望 贏高通驍龍8Gen4的晶片 而台達電也是好厲害 也是最強七月 說第三季比第二季還要旺 外資目標價 花期511 賣格你看433 電源AI的伺服器 供應器出貨會翻倍 台積電我們上週五 先幫大家來做解釋了 七月營收創下新高 晚上的台積電先反攻 台北股市的台積電 今天也反彈了 神山兩副總 內部人都買了 扎近800萬來加碼 包含了副總 葉主輝 跟資深副總 兩個人都買 自己人最知道 那所有的散戶 哪有不跟的道理呢 那七月營收 年月雙增的 如果說搭配型態 黃金交叉 會不會更棒 大力光 8月份比7月更好 光寶科說下半年 會重回年成長 一粒店 營收連4個月年成長 這麼剛好 KD都出現了黃金交叉 那今天除了 富五要來請教鄧老師之外 我們上週 幫大家追蹤的 機器人蓋內股 今天有一點點 漲多拉回了 有沒有關係 那拉回到什麼地方 還可以再上 它是換籌碼嗎 我們請問鄧老師 老師先來問一下 相關的這個F5 今天都談了 可是大家一起談 誰上面壓力比較小 好的 我想誰的 上面的壓力比較小 當然就看誰 彈得比較高 所以各位看到 從大盤 我們來一個一個做檢視 快示我來檢視 這裡放大一點 好 OK 大盤從19662 談到今天的21897 一算 它漲了2235點 彈幅談了多少 11.36%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在這一波 跌了4754點 可是短短的5天 19662見底之後 砰 五個交易日 談了2235點 代表什麼 急跌真的會急談 對吧 可是它為什麼會急跌 急跌目的是在斷融資 所以你發覺這後面三天斷光了 但是彈上了就比例度了 那我們看2330台積電 好 2330台積電 就從813彈到今天的948 也來補這個缺口 那我算一下 它彈了135塊 它彈了16.6% 記住了 大盤彈11.36% 它彈16.6% 有沒有比較強 有 有 而且它來準備要挑戰月線 好 我們再來看2454的聯發科 2454聯發科從981彈到今天的高點 一算其實彈很多 它彈了19.7% 快兩成 彈了19.7% 但是你會發覺到它還沒有過這條線 叫做半年線 對啊 因為它很弱 線型它比較弱 但是因為它跌得夠深 所以它彈 光這五天的彈幅 它有高達19.7% 那我們再看2308的台達電 好 台達電 好 2308的台達電 你看這一波急殺的過程當中 它半年線是沒有碰到的 對 台積電是曾經跌破 但是快速就拉 拉上來 你看現在的台達電是站上了什麼 站上了月線 各位應該有印象 剛剛台積電是準備要攻月線 今天先補那個缺口 因為之前有個缺口 叫928跟948 今天碰到948 稍微尊重一下有沒有 發覺離到公布山 但是以它短線這五天的彈幅 彈了16.6% 已經比大盤來得強 線型也比大盤強 那台達電又更強 因為台達電我站上了月線 那它這五天彈了幾% 17.3% 哇 彈更多 比台積電多一點 也比大盤多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 那什麼股票更厲害呢 我們來講到1597值得 1597 很多人說老師今天被你賣出來了 我希望同學們 你們看節目 除了賺錢要學 學怎麼賣 請問今天開盤你怎麼看 你都看到它爆量 對 因為禮拜一才一萬一千張 禮拜五 禮拜五才一萬一千張 你早盤有看盤 你看到9點半 你都會發覺預估量超過3萬張 這不對 增加兩倍了 以這個上個禮拜五的成績 它多了三倍 等於3萬3 你要幹嘛 這是高檔吧 高檔爆量要幹嘛 賣 不是它不好 是賣 為什麼要賣 各位你知道這五天 我跟他算一下 他彈了43.7% 而且大盤上禮拜是大跌 對 他逆市漲40幾% 大盤這五天彈了13.66% 他這五天彈了43.7% 我當時告訴各位 他是走回升 所以他創高 沒錯吧 創高 但是這五天 尤其是在所謂8月6號新同學 進來我帶你買的 這短短五天彈了43.7% 你今天早盤看到爆量 創波亂高賣一趟 不是它不好 賣一趟 然後回來月線再買 對 因為之前我們從上個月的量看 上個月已經是底部爆大量了 你絕對沒跟上 反而拉回來是機會 所以你看 上個禮拜的7月的月K 是底部最大量 是 所以我說我8月份它一定會漲 可是你看到8月初剛好急跌 但是你知道它8月的這個月K 會給你一個中長紅 這短短五天它給你43.7% 所以同學們 你如果有看盤 你一定會知道 我們真正講了三年多了 高檔爆大量幹嘛 要賣 低檔爆大量要買 所以你就賣一下 賣一下回到月線 月線在這裡 現在月線99.41 所以你高檔有賣的 就等機會接近100塊這邊 你就可以再買回來 這個叫成本 價差就降低了 對 再來2497一粒店 上禮拜為什麼告訴各位說 像什麼鎖羅門 羅勢 你都不要碰 因為它的本益比很高 機器很高 你要碰 就是像我們告訴你的值得 沖泰 核大 但是今天的值得 技術線型提醒你要賣一趟 不是它不好 它有回到100 我可以再把它買回來 你今天賣掉就把它買回來 就這樣 你看一粒店這1 2 3 4 5 這5天 你知道它彈多少 34.6% 剛才各位看到值得彈43.7% 43.7% 5天 這5天彈34.6% 強不強 強 大盤彈11.36%而已 為什麼 還記得嗎 我說這裡股價創新低 有背離的訊號 背離叫什麼 反轉 反轉 這個就像球往下一丟 彈上來是過高 你如果球輕輕的丟下去 彈上來是不會過高 但是用力摔呢 會彈很高 會 會過你原本摔的那個點 你如果平方 它彈大概是2 3分之2 然後越彈越低 但是你如果是用力摔 它一彈是彈最高的 所以你看背離反轉 現在就是一一在這個地方 你就發現這個背離 啪 就上去了 你看它是不是站上所有均線 你說它是不是比大盤強多了 這都選股 但是同學們很幸福 因為這些我都有告訴你 對吧 你說我今天把這個值得拿掉 因為我短線先賣掉 有買回來 我在表格上就會再增加 月線附近可以注意 但是各位發覺 多了哪一檔 少了值得多了哪一檔 尚未投控 所以待會兒我們可以仔細看 因為它的融資減幅也是夠大了 所以它除了說是政策的 風力發電的概念股 最主要是現行 現在大盤已經在短線五天 彈了2235點 你也不能亂追高的 這個就是我上禮拜告訴各位 現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比誰能夠過高 有的是很弱 很弱就是為什麼 因為它籌碼還很亂 融資減的就是不夠 沒有辦法 太凌亂 可是融資減的夠的 你發覺人家可以創新高 所以這些股票 你如果說值得有獲利出清的 當然同學們有掌握我的同步訊 你這獲利出清就先賺一下 上尾頭控 等到值得有回到100塊 足底亮縮的時候 再買回來 這個就是靈活的操作 同學們掃一下QR Code 加入我的Light 或者是你直接輸入小老鼠 1D12888就OK了 所有的節目包括萬一沒有上通告 你都可以持續追蹤 對 因為鄧老師 兩個禮拜會來一次 相關個股 畢竟現在大盤操作難度變高 比較細膩的操作 大家都可以跟鄧老師來詢問 掃QR Code或是輸入Light的ID 都可以找到我們老師的Light 老師剛才講到上尾頭控 今天的確台灣現在要來想辦法 提前的把電力強韌網給做好 這個替代能源的發展 也都不能停下來 今天重電力族群全部都噴了 有誰也是融資減很多股價位階低的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來 從現行做觀察 OK 好 因為時間不是非常充裕 所以各位看 台積電現在就是來挑戰這個月線 而這裡又有個缺口 就是今天為什麼碰到948就停 但是從指標來看 才正準備 所以接下來這個地方會開始震盪 會開始震盪 震盪的目的是幹嘛 最好讓這一條月線走平 再上揚 好 就是下一波攻勢 但是它是維持非常強的一個攻勢 現在聯發科就要等這條線 各位發現這條線也是往下壓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月線也是它 未來這個禮拜注意的壓力就OK 連發科台之間都看月線 你看台達電你看 它為什麼彈得也比大阪強 它也出現背離 我當時講台達電 對 就是背離 在F5裡面你發覺它是背離 所以它彈的幅度更強 比台積電還厲害一點 基本上目前它就有機會去挑戰前高 大立光也是一樣來挑戰月線 但是指標在低檔 可以只要低檔調查 所以有大立光的還都會續爆 好 講到一立電你就發覺 你看這個背離的訊號這麼強 可以創高 你還記得我們從周線 從月線都給各位看那個融資的減幅 是比大盤多很多 所以它短線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當時我是提醒各位 你有所羅門不要玩了 你把所羅門去換個兩三張的 這個一立電多少 有換的恭喜你 這一波彈了34.6% 34.6% 你看看 這就是短線你要強反彈也好 這個空間 但是它長線還是極其低 所以沒有問題 續爆 好 你看光寶科 上個禮拜五告訴各位 光寶科要注意就是 因為這個融資的減幅也夠了 然後再來聯二買 這是周 K 你看這是底型吧 光寶科已經成績很久了 股價有創新低 也有背離 所以周 KD是有背離的 所以光寶科長線是看好的 好 再看沖泰也是 這個短線也產生背離之後 它就強彈 它就強彈 所以你看到最後今天沖泰又翻紅了 翻紅 小帳 又占上所有均線了 對 所以這種股票是真正有基本面 機器人概念股相關的 它是真的有基本面 沒有基本面我都提個不要玩 你看羅森才賺0.05 所以上禮拜五很強 我是不是提醒各位好了 可以了 賣過四卡 真的希望你們不要再玩它了 你如果今天 大跌 羅森 羅森 你如果開高 趕快跑差一點跌停 核大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它就是季線跟月線在掙扎 你發覺它尾盤又慢慢拉上來 它維持很強 所以基本上沒問題 低機器的機器人概念股 看看上尾投控 上尾投控你給各位先看月K 原因是看機器 來 你看 這裡一個底 這裡又一個底 這裡又一個底 那這一次全球股災急殺的時候 它再來一次這個底 這個底來到90塊9 那之前這個底都83塊多 85塊 87塊 88塊 所以最近這個底幣沒有破 這個底是 對 完全沒有破 那這樣急殺的過程當中 從163算到這個909 我們就算這一段它跌多少 44.2% 但是融資減了45.73% 所以融資的減肥幅度是大於它的 這個是月K 所以它基本上告訴你說 我底 我的前面有三個底撐住 這個底是因為有全球股災 你才可以看得到90塊9 而且也沒破 所以這個底彈上來 為什麼你會發覺 這個月的月K 它一定會留很長很長的下眼線 甚至於我們在講說 一些好股票被挫殺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基本上它告訴說 我下個月的月K 至少是一個小紅K 可能會帶上下眼線 但是會收一個小紅K 對 所以從這個上尾投空來看 是沒有問題的 法輪是站在買方的 那基本面出來了吧 它是有過力的 上半年是賺1.53 那你再來看日線 日線經過這個急跌之後 這個缺口已經封閉了 對吧 對 封 封閉了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指標 都開始交叉了 量開始慢慢放大 所以基本上它算滿安全的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